近日 包括互联网公司在内的一个行业组织发出一封信 信中说 各科技公司担心香港当局打击网络谣言的法律 可能使他们的员工面临刑事调查或被起诉的风险 香港政治及内地数据在5月份提出修订数据保护法的建议 这些建议要求对所谓的传播谣言者罚款100万港币 相当于将近13万美元以及高达5年的监禁 新规可能意味着 即使是在公共场合拍摄的一张 不受当局欢迎的照片或警察的面部照片 若被张贴在网上 都有可能会触动新的规则 中共一年前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对异议人士进行了镇压 在一系列的因为网上言论而被捕的事件发生以后 很多的香港人被迫离开社交媒体 或对自己发出的帖子进行自我审查 新唐人记者凤华 江迪亚综合报道 新唐人记者凤华 新唤华 新唐人记者凤华